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根热爱电影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小伙 寻找外星人 探索浩瀚宇宙的故事 浩瀚无边的宇宙 奇幻绚丽 充满着神秘的色彩 人们竭尽全力的去探索 想要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空间站一个一个的建起来 在未来 人类旅行太空不再是梦想 太空中不仅只有一望无际的星河 还有来自全宇宙的各种生物 所有人都心怀美好的交流学习 共同繁荣宇宙文明 一个名叫阿尔法空间站 即将飞往麦哲伦行流 去探索新的维持大陆 它是传递人类文明的使者 承载着人类智慧的结晶 深向宇宙深处探索新生命 400年以后 宇宙依旧绚丽多彩 没有星如同地球一样美丽的星球 在那颗蔚蓝色的星球上 同样也有生物存在 内里的土著人和地球人相似 但他们更加的有魅力 蓝色的眼球让它们变得迷人 修长的身材没有任何暴发 他们用海水里面逃出来的珍珠洗脸 让它们肌肤重获生机 人们在仙境里面无忧无虑地生活 他们从海水中获取最珍贵的珍珠 挑选其中最好的一刻回馈给大自然 让它冤于深的生命 轴而复始生生不息 然而这一切都将结束 一种神秘力量来袭 对它们星球进行轰炸 没有星人在这些灾难面前无能为力 火王带领一众小分队 去探索这些天外来客 这些飞船坚不可碎 即使已经破败不堪 也依旧是一个躲避灾难的学家地方 他们全部都躲进了避难所 但公主米娜并没有和大家在一起 她慌忙地寻找父母 终于在飞船处找到了 这也是她和父母的永别 轮把手坏掉了 无论米娜怎么哭喊请求 父亲都无法打开这扇门 她只能对着女儿说对不起 米娜的身体在发出一道巨大的光波之后 和这颗星球一起消失了 韦乐忙里头衔和女佣洛林在海边嬉戏打闹 当然这只是模拟海滩而已 他们五分钟之后准备降落 在吉利安星球执行任务 找到那只濒临灭绝的转化兽 并加大带回阿尔法空间站 脑电波监控仪检测到 韦乐的大脑异常活跃 但是监测仪无法准确地判断 这些星星来自哪里 或许是现在也或许是过去 这段星星很有可能来自宇宙的另一端 韦乐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毕竟眼前有像艰巨的任务 他们伪装成游客进入吉利安星球 韦乐需要自己进入大市场 找到他们的新搭档库博中士 20分钟后 洛林会和他们接头 他们必须在10秒之内将目标转移出来 市场是一个巨大的俱乐部 戴上3D眼镜 你就能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梦幻世界 这里有外星人 也有地球人 他们在这里尽情地狂欢 韦乐进入大市场查阅了这里的地形图 洛林他们也没有闲着 他们绕到大市场的后面 控制了那里的外星人哨兵 以他的视角俯瞰了整个大市场 并从这里开了一个小洞 洛林也进入到大市场 这里远比看到的要复杂得多 平地上一座座高楼松起 人们穿梭在小巷里 韦乐并没有按照游客路线行走 独自一个人闯入市场的禁地 他成功地和库博接头 库博给了他一副新眼睛 以便他能够看到不同韦乐的东西 与此同时 他还给了韦乐一把枪和基因盒子 经过库博的一番操作 将他彻底隐形 此时两维神病的外星人 和这里的城主 进行着秘密地下交易 他们一定要得到转化售 因为双方的筹码未谈妥 发生了冲突 而韦乐也正好在此时 终止了他们之上非法交易 他成功地将转化售带走 但在撤离时发生了枪战 韦乐手上的机器 沾满了弹珠 沉重的手臂将它坠入地下18层 何在凭借它的聪明材质 才将弹珠成功解决 本可以一身轻松地回到地面的他 乌将一个小皮孩惹怒 险些丧命 幸运的是 洛林是一个极才华和美貌 于一身的女孩子 很快就将基因盒子修好了 手臂得以保住 他们两个的行为 彻底惹怒了市场大牢 人家派出最凶猛的怪兽 出来追击他们 怪兽穷追不扯 他们手中的武器 对怪兽来说毫无用处 这只怪兽将他们的汽车 撕得欺凌挖落 千军一发之际 韦乐和洛林跳上了飞船 本以为这一切都可以结束了 没想到这只怪兽 竟然跟着他们跳上飞船 飞船的速度十分快 体中肥胖的它 从天上重重的衰落 这只转化兽 是生活在妙星上的物种 现如今 它们流落在外 险遭灭绝 韦乐在市场大佬的谈判桌上 还拿到一颗珍珠 经检测 这颗珍珠 晕藏的能量是这艘飞船的十倍 难怪它能够作为 交换转化兽的筹码 因为这颗珍珠 一个消失30年的妙星被提及 韦乐对这个 与世无争的地方充满了好奇 他想要查阅这个星球的资料 却发现自己的级别 不可以查阅这种绝密资料 明星越是神秘 韦乐就越是好奇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如此的神秘不为人知 它们进入到这个巨大的阿尔法空间站 这个空间站拥有3000多万人 3000多种生物 在这里互相分享自己星球的文明和智慧 发挥着各自的长处和各自气质 共同服务于它们的家园 江勋告诉了它们目前所面临的情况 一年之前 它们在空间站中央发现了一个放射的兴趣域 这里无法被探测 拍出的小分队也没有回来 一切都是未知的 不知道这股神秘巨大的力量来自哪里 又会对它们有着怎样的伤害 那里没有可以呼吸的空气 像一颗毒瘤一样向外逐渐扩散 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威胁 它们必须尽快地摧毁这颗神秘的毒瘤 在阿尔法空间站里 还有一个显微值日的秘密基地 它们囚禁了一个谬行人 对它阎形靠打 想要从它的口中了解到一些消息 答案却是一无所获 维恩他们决定 带着转花兽一起去执行保护指挥官的任务 指挥官和各个星球的指挥官在一起商讨 如何解决危机的问题 所在外面的洛林遇到了凡人的肚根 三个长得像鸭子一样的小东西 是一个凡人精 它们拥有上至五百年 下至五百年的能力 在维勒的指挥之下 询问它们关于密有形的事情 而知道密有形事情 最详之的人 便是一年前死于谋杀的善客 这一定由着某种邪恶的势力 在幕后操纵这件事情 不易于力地阻止它们寻找真相 空间站站时发生了异常 一拨外星生物来入侵 维勒也被它们的武器 喷出粘液包裹了起来 幸好它身上的小蜘蛛救了它一名 不过指挥官被它们抓走了 洛林和大部队会合 并部署新的作战方案 维勒按照它们留下的荣业 追踪这些不明生物 穿过层层阻碍 它终于追上了逃跑的外星人 锁定了指挥官所在的位置 维勒为了救指挥官和指挥部失联了 见到爱人失联的洛林再也坐不住了 它雇用另一位酒鬼船长前去救伟勒 它们潜入水里寻找神秘生物 来获得伟勒的消息 水里面也有很多危险的生物 一不小心很有可能就会丧命 船长小心翼翼将怪兽的孩子取出来 蓝色水母形状很是可爱 不略惊动的怪兽 险些成为它们的盘中餐 这个小怪兽能够看到任何你想要看到的东西 但是它只有一分钟的安全时间 它看到了伟勒的过往和现在所遭受的一切 L603是它得到的唯一信息 它独自一个人前往这个危险的地方 真的找到了伟勒 他们两个人又一起去寻找指挥官 得到消息的将军进入秘密基地 他的到来解救了这个濒临死亡的谬行人 谬行人请求将军能够帮助他们 另一遍 伟勒他们也陷入了险境 洛勒被抓去当下酒菜了 伟勒只好先去解救他 将军他们匹配了八亿物种的DNA 绝没有符合他们的 这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他们是新生物 或者就是人为的删除掉了 据前方发来的情报 他们在天堂小岗发现了伟勒 伟勒正在这个光怪物理的小巷里 寻找洛勒的踪迹 洛勒的美貌成功吸引了这些小怪兽 他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 穿上性感的裙子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伟勒正巧进入一家地下舞厅 经不住店主的劝说 看起了表演 美女在台上热舞 让他如痴如醉 只要是让洛勒知道了 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其实这只是店主诱惑他们的手段 伟勒很聪明 始终保持着清醒 很快他就掌控了这个局面 控制了舞女泡泡 泡泡是一个苦命的女人 很小就被囚禁在这里 她的本身是一个蓝色的 可以变化成任何生物 为他们演出赚取非法资金 伟勒的出现还了他自由身 作为报答 他帮助伟勒变成怪兽 进入洛勒被关押的地方 这个地方可是龙坛虎穴 因为没有人能够进去 进去的人也再也没有出来过 伟勒他们一进去就成了庸人 被里面的人随意驱使 在国王右侧的大厅 他们看到穿着华服的洛勒 短着巨大的类似柠檬食物 走向国王 国王看到洛勒十分的开心 显然对这份佳肴十分的满意 将水果汁挤在他的头上 这可把他给吓坏了 伟勒及时出手 直接打晕了国王 但这里拥有千军万马 他们三个人被扔进了垃圾桶 泡泡在打斗过手中受了伤 他感谢伟勒让自己重获自由 同时也信任他 临死前将自己的国度 交给了伟勒 让他好好地去守护 也让他好好地爱洛勒 直到永远 说完这些 泡泡化为了灰烬 维勒的身体里面 仿佛注入着别人的灵魂 似乎是谬星公主 在指引他 揭开谬星神秘的面纱 他们一步一步地 靠近辐射区的中心 这里一点污染迹象都没有 也可以呼吸 和指挥官说的完全不一样 谬星人在这里等着他们 他们进入一面闪光的墙 见到谬星人的国王 真的因为维勒身上的米娜气息 他才能够来到这里 他是米娜公主选中的人 也是米娜新的宿主 他们的星球毁灭 都源自一场战争 谬星人被这场战争波及 巨大飞行器坠落在这里 星球被毁 他们找到了半甲飞船 重新适应新环境 学习先进的知识 飞船又被阿尔法空间站打捞回去 这使得他们有机会进入空间站 在这里 悄无生气的生存 修补了飞船 甚至重新复制出他们曾经的星球 只是他们还缺少两样东西 珍珠和转化兽 拥有这些 他们便开始新的生活 他们重新换回了指挥官 这个曾经不悟一切 明知道有谬星人存在 却依旧毁灭了谬星 这里邪悦的人 指挥官恐惧自己失去地位和未来 为了抹去这个错误 而杀掉所有知情人 更是不放过任何一个谬星人 为了正义 维勒横散地给了指挥官一拳 然后将珍珠和转化兽还给了他们 转化兽吞下了珍珠 他源源不断吐出珍珠 启动了能量加元重建 而军队正大取进攻这里 他们在外面安置了炸弹 维勒想尽办法和将军取得联系 阻止他们至此行动 无奈指挥官这个坏家伙 下达了全部击杀的命令 听到命令机械战警不停地扫射 他们要彻底毁掉这里 关键时刻 破解了后台程序 阻止了爆炸 将军逮捕了指挥官 维勒和洛林一起前往幸福的大陆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美国科幻影片 星际特工千星之首 电影为我们编织了一个美好的宇宙世界 或许在未来的宇宙中 所有的生物都能生活在一起 这些生命也有同样的生存权利 不能因为他们弱小就牺牲他们 和其相处才能够创造美好的未来 这是一部非常奇怪的电影 老油条我是分推荐本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